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立委 立委 那個另外我們還有那個 費農泰立委辦公室的請主任 議員 議長 然後我們各位相見好 說我們大家晚安 我是費農泰辦公室的請主任 我們叫許元柔 那今天我大概七點半的時候 一直在後頭的聽大家的想法 因為今天那個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收到這樣的訊息 所以其實我首先第一個建議 我老是建議台北這個部分 既然是你們發起的 你們的土地所有權的 你們是管理單位 那基本上在我們 我們是在地的委員 基本上所有訊息 應該都讓我們能夠清楚了解 那基本上我們要求說 之後所有的會議 其實基本上都希望你們 複製我們一下 然後我們來邀請 那個應該到的層級 或是應該可以解決問題的一些方向 這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 老是 因為今天我也沒有來 但是我也沒辦法 替他做太多的承諾或是想法 但是這個部分我一定如實轉達 那首先當然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顯然這個 這個已經到 這個是 其實是都市計畫 他要跟他的使用分析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東西 其實他早應該在規劃之前 其實最好去凝聚地方的一些動詞 那顯然看起來是完全沒有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 我們基本上大概可以 往一個方向去努力 就是我們希望把它還下來 還一下 我們不敢去擋他的程序 因為他必定要反應 但是我們可以基金性的 讓他 跟地方做好充分的溝通 然後我們 等到 基本上 那個獲得大多數的一個共識 我們才會幫他繼續進行下去 謝謝大家 謝謝